首先要上场的是在突围赛阶段用一种非常独特的表演风格获得晋级的朋友 掌声欢迎杨波 哈喽 我太难受了 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 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 我太难受了 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 我去找效果老板 我说老板 咱从节目考虑 淘汰我 不能上热搜 有道理 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对 你是谁啊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这是英文 我说但这里是中国 他说但里面试的是翻译 我大学专业 叫水产养殖 我的校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效果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当了四年海王 他说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鱼堂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传 鱼堂里有鲸鱼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鱼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这鱼都几秒钟 这一秒钟的记忆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没剪完一个段子 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 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符合这个公司文化 我们继续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家一起 也斗不过我 太扯了 刚才扯那么多 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 下暴雨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 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 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没有想到吧 最后我想说 我去过很多公司 但效果 是唯一一样 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 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 同事之间氛围很好 我还发现小北 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 我发现小北 是我的校友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 有鲸鱼 想完了谢谢 杨波得一百九 谢谢杨波 喜欢杨波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投票 杨波呢 其实讲了挺久了 是最近 尤其这一季节目 开始尝试这种 one under的风格 对 平时说话还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害怕 我平时是个正常人 只是在这个台上 像一个有病的人一样 我的观感是 我觉得你仅仅只是上一场 都更熟练了 对 因为我上一场 我前半段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行不行 直到我讲到那个 老师那个梗 大老师给我拍了一个灯 当然 对 我才放松下来 谢大老师 我才放松下来 所以这次我就 更自然一点了 没那么紧张 看今天现场的反应 大家其实对这种表演风格 还是很接受的 对 还是比较接受 我还是挺 还是挺那个 我挺喜欢的 妙律年珠 对 我挺喜欢 关键他那个节奏很对 你知道吗 这种风格 他真的形成了一种风格 因为他最好玩就是在于 你把他每一句话都当真 对 然后突然他说的 全是废话 要跟静姐说一下 其实杨波这个风格 在国外很成熟 但是之前在国内 是没有人尝试的 因为你不觉得 他的这个语言节奏 是一种英语的节奏 非常非常慢 这节奏并不是中文的节奏 但是它融合得很好 算是国内第一个 把这个风格 对 做得这么完整的 对对对对 算话了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真的 因为他的节奏慢 那个包裹就要特别的准 对 如果不准就会干了 就是一下子尴尬了 对 他一个包裹翻一个 尤其拍短视频 那个太高仆了 就会让这个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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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Доцы的